在中国历史上 对唐高宗的评价 似乎有点失之偏颇 换句话说 唐高宗并不是一位 碌碌无为的皇帝 他记彼之初 继续执行唐太宗李世民 制定的法律法规 还有政治经济制度 并且又有几位大臣辅佐 包括长孙吴继 李继 楚遂良 又过了段时间 他继续统一儒家经典 改进科举制 还削弱和打击了 以长孙吴继为首的贵族门阀 而在立皇后的问题上面 又能够排除元老派的干扰 可以说唐高宗 不仅仅继承了唐太宗的基业 还把他发扬光大了 因为唐高宗情于正式 被后人称为有贞官遗风 在他的治理下 大唐日以凡胜 被称为永辉之治 与此同时 唐军也所向披靡 东征其讨 那些小国的判断 也被轻易地镇压 大唐的军威远波四方 唐高宗赢得了 前所未有的尊崇和荣光 史书上记载 唐高宗时期的大唐疆土 达到了东西9511里 南北16918里 这究竟有多大呢 从地图上看 大唐的疆土 东达日本海 西底咸海 南至越南 北越贝尔加湖 学者认为 在高中的时代 其实大唐的疆土 是最为辽阔的 长安已经成为了 名副其实的世界中心 这一切都表明 一个辉煌的时代 已经来临了 而且 这天大的功绩 还不是一个 春秋鼎盛的皇帝 做出来的 可别忘了 唐高宗可是个 出名的药罐子 他身患风疾 虐疾 肺病 三大重病 二十多年 常常卧床不起 而且还目不能视 在这样艰难的环境下 他把之前 一直退在幕后 为他出谋划策的 武则天 又推到了幕前 夫妻二人 共同执政 默契配合 将皇权进一步集中 下遇全城 外拓疆土 如此 对唐高宗的赞誉 无论如何 都不为过了 请不吝点赞誉